新北市府近幾年在三英地區投入超過500億的經費 要活化在地觀光 今年新北美術館開幕加上台灣設計展在新北 看起來吸引了不少人潮 新北市議員呂家凱表示 在地有不少活動需要2到3天好好體驗 但三英地區的住宿能量太低 無法留住遊客 反而流失創造更多營收的機會 三英加起來只有400多個房間 加起來900多個人可以入住 對不對 等於說今天我平均散下 一天23.4萬人在住宿去裡面 那如果他就可以容量900個人住宿的話 那我覺得相對的很可惜 因為你知道嗎 我們用一個音歌就是以陶瓷為名 假設我今天來這裡做一個陶瓷 我等它燒好 對不對 至少要三天的 正常來說是三天的時間 我燒升溫到恆溫再到降溫 它需要三天的時間 等於說如果今天我們可以把住宿量提升 我來這裡一來我先做個陶瓷 然後我去逛美術館 你去逛陶瓷館 那管理要逛哪邊 或是吃個美食對不對 是 你隔天起來 早上第一件事情 假設我們一天 可以帶來10萬的消費額好了 對不對 你再多住一天是不是可以成長 如果再多住一天是 Triple 這個量能 這個經濟消費是可以 Double 或是Triple的成長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問題就在於說 住宿不夠 就有點說 大家想住也沒地方住 對不對 我們不要忘了 鷹哥而且這900多個 那個住宿量能還包括了青年旅社 還包含了汽車旅館 還包含了一些民宿 對 所以這些東西我相信 鷹哥還有很大的成長空間 在對於住宿量能 我們有要求 可以要求市政府 我們去提升跟住宿 跟鼓勵大家 新辦民宿 或是未來的商業區裡面 要做BOT的時候 可以優先的把住宿量能 因為我有需求嘛 可以要求廠商一定要優先的去考量進去 洪佳俊議員則認為 現在行動支付越來越便利 加上新北市還有New Taipei Pay 結合旅遊資訊交通等功能 讓前來觀光的遊客 可以快速找到想玩的地方 但目前使用的人數不多 市府需要加強宣導 首先我要提的就是New Taipei Pay 其實這種行動支付 我相信大家現在都離不開手機 比方說像我現在 好中午快到了 要吃什麼 來到一個不熟悉的地方 靠的一定是手機 尤其是支付這個功能 如果我已經是一個 New Taipei Pay的一個使用者 我相信我會透過這個平台 更了解這個地方 好吃好玩這邊 周邊附近的一個服務 包含剛剛佳凱所說的 我可以住哪裡 都可以搜尋齁 其實New Taipei Pay 已經具備這樣的一個雛形了 還有局部的一個功能 比方說我們的期待 接下來什麼 我們的三音捷運 對不對即將完成 我說你看 他捷運局的功能已經進來了 對啊 但未來如果就是說 那個台鐵或高鐵 更多的一個整合進來 另外新北市管理局 專委陳靜芳則說 其實三音地區的夜景也十分漂亮 可以在商圈規劃特定日子 夜間延長營業 吸引遊客多留久一點 體驗三音之美 夜體驗的部分 是可以開發的一塊 像國外的一些博物館 或一些私人的美術館 他們固定可能會在每一週的每一天 會特別延長營業的時間 那像夜景 其實三音地區有非常棒的夜景 在哪裡呢 在大同山 算是樹林三音地區 而且只要半小時的路程 這個網友是公開為 選為台灣的百萬夜景 而文化局專委陳春美則表示 博物館和美術館也可以參考國外 開放夜間導覽 讓參觀者欣賞不同的風情 那我們剛有提到說 有一些博物館其實也會做夜間開放 那當然我覺得可能它沒有辦法是一年365天 因為它會有一些營運成本跟效益的考量 但是一定是可以做這樣的串連 甚至是說 可能除了剛講的固定一個月的每個禮拜幾 或者是說未來有一個時間上面跟商圈 跟我們淘寶館這邊 能夠做一些藝術結縣的活動串連商圈 我覺得都是很不錯的一個方式 可以在座努力 專家寬評加和我的新北市座談節目 邀請產官學地方意見領袖 針對公共實施議題進行探討和剖析 讓更多元的意見可以透過節目播送 讓更多民眾知曉 也讓廣大的市民朋友的聲音可以被聽見 邀請觀眾朋友鎖定第四頻道新北生活台 一起來談我的新北市 記者趙世淵新北採訪報導